哈喽大家好 你知道我在这个房间里呢 我就是怕影响到别人 所以每次都压力声音 跟我在自己家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楼层呢不光是自己住吗 还是要怕影响到别人 所以聊一下 我今天出去刚回来热爆了 我就穿这个 然后当然有外套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穿这样的话 可能就这样已经 这什么 已经是我的 我拿的仅有的裙子 其中之一了 还有一个短一点的 明天再穿这个 那一个 太热了 那今天有人就是我看 这个留言上啊 有一个人说我 传播的都是负能量 前两个视频 笑死我了 我什么时候传播负能量了 我本来就是一个正能量满满的人 而且我没有抱怨呢 第一天来的时候 是因为我很累啊 我坐飞机坐了16个小时 然后你让我笑出来吗 然后我走了走了5个小时 然后就为了找这个电信 真的不是说负能量 不是我选在上班的时间 有很多人急匆匆的走 没有停下来 那是很正常的好吗 然后我也没有埋怨呢 我只是说问了很多人 他们就是就算说就白白是走了 他说不知道我也没有说过 任何的说不满吧 没有吧我觉得很正常啊 就是在英国的话 如果有的人他不想跟你聊天 有那种很奇怪的 连说话都不想跟你靠近都不靠近 也是很正常的呀 没有人有义务必须怎样的 这是属于道德绑架 我并没有觉得很奇怪 当然假如说像我 我如果在路上有人跟我第一印象 然后或者是我亲情不好的时候 那我也可以有权利不去 不去就是回复任何人的话呀 这人很奇怪 说我是负能量 好吧 你说负能量 我得说什么 你要是想看正能量 去看CCTV 大罗多的事 CCTV 那是正能量满满 哎呦我可做不到 我第一天而且我那么累 你让我笑出来 我肯定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的呀 那我今天恢复的就挺好了很多 但是你知道你在外面的时候 但你拍片的时候 你自己自顾自的说话已经够奇怪了 然后在那 哈哈哈哈 这不神经病吗 就是 今天热爆了真的热死我了 我都不知道 我今天真的想把我的头发都剪掉 变成个秃头好了 热死了 这个天气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适应 而且重要的是 我今天去 到时候逛了一下 我今天找到感觉了 非常有感觉 就是很舒服了 出去也很舒服了 就感觉有点有刃有余的感觉 那有的人说 那你要说说你这个 刚来的这个印象吗 其实对我来说 我来这里真的很舒服的感觉 就特别舒适 就 这真的不是夸 有什么夸的呀 我觉得 去一个地方旅游好就好 不好就不好 我刚去英国的时候 我一年都不适应是真的 不是说天气 天气也是了 主要是很多地方不方便嘛 然后 从英国这个地方 我再来这里 啊 我 你要我说什么 饭菜 这个叫外卖这么方便 然后捷运也不能这么便宜 都都各个方面 比英国便宜 四天了呢 也挺快的 你不觉得吗 我今天才找的感觉 就舒服很多 舒服太多了 我看了你留言 超级搞笑 他说我 什么你是暴饮暴食的后遗症 好吧 暴饮暴食的后遗症 我这是我正常的好吗 我吃饭我已经很控制了 我那一餐还没有时间吃 怎么说我暴饮暴食 暴饮暴食像我这种 我一看了留言 我就超级搞笑 暴饮暴食说 那不是暴饮暴食好吗 所以我从来没有很瘦啊 就是你说很胖吧 也不算太胖 说瘦吧 真的不是很瘦 唉 然后我现在找到感觉了 嗯 出去一趟回来 明天再有一个安排 然后有人说你应该找找几个 什么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刚来你让我什么不足啊 好吧 我刚才去了这个 呃 有一个地方 这是 就是你说交通吧 还好 只是说有的时候吧 你们这个交通 这个红绿灯啊 因为英国它有一个按钮嘛 就是 刚开始就是有一点 我就找这个按钮嘛 呃 没有找到 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 因为我也是在大陆待过呀 上面有一个就是 呃 红绿灯的时候 一般都有那个 Number嘛 从几十到数就可以 但是有的路口是没有的 所以不知道要等待多长时间 有的时候 不是每个都有都有就是这个数字的 在这里我发现又是这样的 我今天其实发现有个问题 今天我就穿这个出去的啊 嗯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 哎 因为我看 很多视频里面 女生也是这样穿 虽然是夏天 不是现在啊 现在当然没有没有这样穿的 因为他们不热啊 我热啊 嗯 有今天有两个女生我在 他们有一点议论 这是我今天感觉到的 我今天遇到一个男生 在我们这里吃饭 楼上吃饭 然后 坐楼 坐进楼梯的时候 他问我 在门口 他问我你是 台湾人吗 哎呀我很奇怪啊 我去每个地方 他们都先问我 我已经我一听我说话 讲话 其实完全 不是台湾的发音 对不对 但好多人第一开始就问我 我已经说话了 然后第一开始就要问我 你是不是台湾人 甚至我们这个前谈那天 我这个还 他们还猜了 台湾的意思 就这样猜 笑死我了 然后我 我就很奇怪 难道我 我看很多留言说 我很像台湾人 我不知道哎 哪里像啊 是 我的讲话很像吗 我讲话其实不像 我觉得 一听应该不是吧 然后 有人说我国语很标准 我听见好多人 好几个这样讲的 但是你们的国语很标准是 其实我已经改善很多哎 就我的发音在这 尤其是来这里之后 有很多人跟我讲话 我就 因为虽然是在直播的时候 我讲啊很放开 但是在这里讲话之后 这个发音 不由自主的就跟着他们跑了 已经 而且是三年 做频道以来跟大家聊天啊 干嘛 我已经 其实我的 因为我很久 我在英国没有跟任何的华人 就是只有一个朋友嘛 没有跟在华人圈讲话 所以我的我的国语 其实说的不算很多 然后 然后 来这里 出门的时候 也是 讲国语的时候 他们讲话很温柔 然后我就 不由自主也会去问温柔 而不是说以前出的时候 放开的哈哈大笑 就 别人温柔的时候 你就会被带走的 是很好听 嗯 什么 还有什么缺点吗 非得让我找缺点 哎呀 说正能量 说一个说正能量 一个让我找点问题 我就说我对台湾的一个 初 初来的一个印象吧 初来的印象 我刚下飞机的时候晚上 我觉得在机场的时候 那些拿着测试盒的人 很一很搞很搞笑的 他们排成两排这个样子 我们从中间走嘛 然后一个个就探着身子 就递 每个人就递 就是很踊 就是很踊跃 那个时候都到半夜多了 就是他们工作很辛苦 我觉得 服务这个 这种很踊跃的 这我觉得很 哦 他们让我找缺点 这个又是夸了好像 但是在那个时间上 快一点 凌晨一点的时候 真的工作很好 而且做出租车的时候 计程车的时候 计程车的时候 有人在那登记 态度很好 计程车司机也很好 然后到了 我这个饭店 大家说 你们这里不叫酒店 叫饭店 说酒店的话 会把我拉到什么 情色场所 好吧 就是叫饭店 这里的人也很不错啊 我个人不太喜欢 就是 就像今天遇到的 就是有的人在 你经过的时候 遇到议论 我不太喜欢 这个事情 每个人都是做自己的 好吗 就是这样 然后 还有什么呢 我刚才买了一杯咖啡 有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悠悠卡 真的很好用 那个什么 他们说在7-11 也可以买东西 但是我昨天 在康世美 买了一些日用品 然后我忘了 可以用这个悠悠卡 付费 还有7-11 我当时没有不知道 然后说发票 可以对奖 希望我中大奖 然后有一个 什么缺点 让我说缺点 有的地方 就是我 我自 因为我在英国是 走 左边走习惯了 我来这里 我不由自主的 就跑到左边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们这个叫齐楼 啊 这个谁 朋友说 叫齐楼 就那个楼下面嘛 然后 是对面也来走过来 我也朝那边走过去 就会很拥挤看起来 在英国的时候 我们都是 只要有人马上就避开 尽量找 没有很多人的地方 所以我都是会 马上闪开 但是外面这一溜呢 又有自行车 摩托车 我是 我是喜欢走这样的地方 没有很多人的地方 但是有的时候 车呼啸而过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吓人 有朋友说 让我坐 用悠悠卡 骑那个什么 Ober 是叫Ober吗 Obike 就共享单车这种的 这个车 我不敢在这里 尤其我不习惯在右边 你们这里的路上 摩托车 机车很多 我不敢骑自行车 是真的 这个我宁愿多走路 其实我最喜欢的 虽然说第一天有点累啊 但是我还是觉得 你有一个目的地 然后背着包 到处逛 我还是喜欢这样 这叫探索 探索台湾 不是说像那种旅游 直接到目的地打个卡 拍个照片 拍个片子就好了 我喜欢这样的 就是用自己的徒步 你有的时候 走到一个地方 你不知道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看见 你在观光区 看不到一些景象 我说我没有计划 但是 放心 我这个人其实 每次做什么事情 一开始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 我都可以 做到我想做的那个样子 是真的 我可是内心很强大的一个人 慢慢就好了 就是一开始 你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主要是心情 身体 尤其是身体 还不是心情 心情完全没有问题 我从第一天来 我就觉得很舒适 就心 虽然说第一天 问了很多人 他们不知道的地方 但是我心情很舒适 很舒服 这里的一切叫我很舒服 就很熟悉 我的心很稳定 就很安稳 我在 很多年 很多年以前 就是 刚去英国的时候 我是一两年 前两年 就完全 他心 不会再很定下来 这种感觉 其实我 虽然是刚来 其实我又已经在想 我怎么样 可以留下来了 就你 你从 住过来的这一天 你就有一天就要走嘛 我已经都 在想怎么样 可以留下来了 有人跟我讲说 还说我负能量 哎呀 你这种 你不能光夸好 一味的夸好 或者说 哪怕是 表现出来累 没有笑 那你这个也太那个了 你想 想把这个台湾弄成什么样子呀 天天夸好的 写成好的 说成 哇 太美了 哎呀 智力太好了 我是在用行动好吗 我如果不喜欢的地方 我告诉你 我 你看我的 我的话是可以看出来的 这是 你出去的时候 我见了每个人都很都很好啊 虽然说是 有的人他很忙 但是没有什么呀 我今天 去 捷运 我觉得这捷运 有这个 这个什么 里面很多通道好吃的 也有 唯一的 如果硬说一个缺点吗 厕所 在外面闻不到 但是你进去以后就能闻到 嗯 如果是你要跟哪里比吗 大陆的厕所也很 也很 也很臭的 但是英国的厕所真的是完全一点味道都没有 一点味道都没有 好 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这里是敦侧 好久没有上过敦侧了 就是几年前吧 回大陆的时候又上过一次 特别脏的一个 啊 就这个吧 还有别的吗 好像没有别的吧 我得慢慢发现呢 嗯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了 怎么想不出来呢 为什么非让我硬硬说 硬找缺点呢 好像也没什么 大家又当那么热情整天担心我 不是有一个说什么 啊 我是真心的想帮助你 嗯 那个什么 嗯 你却这么防备 然后 难怪你 你啊 你这大陆人 就这样写了一个 和大陆人有关系吗 拜托 我是已婚 已婚女生 已婚女士 我老公每天看我的视频 你要我就无缘无故的就是 每个男粉丝我就去啊 哪里都去啊 我不是跟相信不相信跟你 防备不防备有什么关系 当然防备是第一 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 不是每个人表面你能看出来的 尤其我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我也没有说你 你也不知道真正的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变态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正常 不是这样的吗 互相我们互相能够懂 也是需要时间的 那有一些老朋友 我也没有见过他们呀 我又要见面 我也没有见呢 因为你男生 我是女生 还是要保持距离 而且我已婚 所以你们讲的那些 不是说你们就有那么个别的 就是 我们不要互相道德绑架 不要互相道德绑架 路上遇到一起喝咖啡都可以的 私底下如果觉得OK 也可以见面一起吃饭一起去玩 但是不要道德绑架就好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我不是单身 我也 不太 愿意单独的跟一些 就是男生在一个空间里 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 你如果是在公共场合咖啡馆呢 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接受 就是我如果都同意的话 那我一天得见多少人呢 那不就成花瓶了吗 我老公会生气的 嫉妒的 而我在你身边 你天天去见男人 是不是 我们要有一个道德的 一个道德观的一个 毕竟是女生嘛 毕竟是已婚的 还是要保持距离感就好 看视频是看视频 我们 只不过聊天啊 开玩笑都可以 偶尔能在路上看见 或者偶尔喝个咖啡 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不要到他绑架我 有那么个别的 就有的朋友 我就说热情是很热情 有的时候 你太热情也会烧到我的 我会 我会有点胆怯 我也是女生啊 你要 就是提炼我一下 我也提炼你一下嘛 但是这里我真的很舒服 我也不知道 嗯 能够留下来 有什么办法没有 或者什么样的